正式的 European 電視 作詞編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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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鑰匙金屬刀 沒用鑰匙 就開了一張大門進來 未入屋檢查 才發現這個不能接受的保安漏洞 原因是這套門安裝不夠貼 其實我們看見在裡面看的時候 这个门和框之间 这个门压太大 门有一些虚位 当门压很大 有虚位的时候 我推开的时候 是有一个空间 被金属电放进来 轻轻开一点 门就自然能开 验收单位位于上月 由集中并救旧楼的行地发展 物业只有一座 位于月圆街 这个单位200尺左右 已经在项目标准单位中 比较大的开析 单位的式 还要有圆关位 浪费了十多尺的空间 室内手工没有太大问题 只有部分玻璃崩发 天花、墙身油漆不太平滑 部分位置有少少污漆 上月楼高三十层 标准楼层每层有五个单位 全盘128个单位之中 开放式占了126个 面积最小163尺 厨房划一体开放式 木製厨柜旁边 附有接合式餐桌 但是摆坑楼台不太实用 开了来应该是煮饭 放一些碟菜 放一些材料 甚至乎 可能被人在这里吃早餐 上下雨 当你夏天 你又会开冷气 你又不可能 开着一个露台门 用这个楼台 冬天大风 你又需要浪费它 不是很用得着 可能一年里面有两个月 楼柜内的瓷砖 无故缺少一块 但是来到收楼阶段 不愿意补回 所有的东西已经装好了 在外面 你现在要放一片尺砖 几乎不可能 因为就算被你 就这样放进去 也有困难 你还要落英泥沙 黏上去 还要拍砖 是不可能做得到 如果真的要加一片尺砖 那怎么办呢 可能要拆掉楼柜 甚至乎有些水喉 那些东西都要拆掉 因为现在的柱柜 其实砌得很漂亮 第二 那些落水 全部试过 都没有漏水 那样东西都完好的情况之下 你硬硬拆掉去做过 没有人保证到会不会好 过现在 室内实场不多 天花又有不少搞宏量 Vincent 看到客饭厅 夹着在开放式厨房和浴室中间 其实如果想放一张床 最好加上梳化和衣柜 有没有办法呢 那你都挺大探 不过就这样 都不是没办法的 只要我们将这个空间 大家摆的位置 大家要我们遷就一下 还有 未必要全部是梗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部梗墙 还有这里有一个浴室的转角 有一块屏风 刚刚摆到一个两尺 两尺的衣柜 有七尺多高 都好像正 我们用一个活动式的梳化床 可能更好 平时可以收起来 接合了之后 其实你增进了很大的生活空间 浴室比较窄 佔了大约20尺 想走76尺的工作平台 要先穿过棋缸 这个铺牌 暗藏危机 洗澡很多时候 水也会淋到这个门 也有些蕃茄 甚至乎洗漏水 其实一定是沿着这个门 流下来 很多时候会令到它很快老化 而且就是说 化学品也都对铝 其实会发生这些作用 很容易就有些变质 比如这些枝胶都已经老化 很容易磨损 那些水会有机会滲进去 其实整个铝框 有机会就会整天積水 就会很容易氧化 甚至日子久远 污漬就会在窗框底 或者门框底滲了出去外面 经过一些石边 石垫就流了出去外面 水滲在下面结构 就容易令到下面的结构部分 有机会容易生瘦 石屎摩洛这些大问题 上雨两年前推售楼花 首批平均尺价近24000元 项目基座有商铺 另外有平台和小型会所 每尺管理费达到5.7元 一定是在下巴 我尽管理费达到5.0元 下巴